你们两个花 那孩子和你小时候长得真像 自己的筋骨肉无缘一剑 真是可悲 那孩子 真的像我 废话 孩子还能偷生吗 你自己胡思乱想 让玉华受了那么大委屈 现在孩子出生了 你还端架子 我提醒你 现在他们母子走了 你要是再不想办法的话 玉华不会再回来了 赏蓝不仅在赏蓝花的清香幽远 也在赏蓝叶的清新脱俗 所谓赏花一时 观叶经年 每一片叶 都有它独特的生命和魅力 赏蓝要用真情 画蓝 是有情境 信手念来 才能浑然天成 我该去哪里啊 我该怎么办 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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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板桥 喜欢画蓝 画竹 因为蓝花 兴幽向远 竹枝结锦之剑 有人说 这是古人自我标榜 和积雪的节操 是剑舞宫之 结晶书晴 你学过画蓝 现在也学画蓝 你怎么了 水灵姑娘 水灵 水灵 富贵 快过来富贵 少爷 水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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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到马车上 来 我们回家 快 好 少爷 小心一点 水灵姑娘 我落水后 再也没和家里联络过 爹一定以为我死了吧 姐姐一定哭得死去活来 姨苗 玉华也肯定伤心难过 君山 你呢 你伤心难过 你后悔自责了吗 君山 你事后再后悔我 又有什么用 我好想大家 好想回去看看你们 回去了又如何 我还回得去 不 君山不要我 我还回去干什么呢 我看到君山 能不怨不恨吗 我想他们干什么呢 水灵姑娘 水灵姑娘 少爷说想进来看看你 可以吗 水灵姑娘 竹儿你说什么 少爷她关心你 她说想进来看你 她 要不我去把她回来 不 你让她进来吧 嗯 好 少爷请 你下去吧 是 少爷 水灵姑娘 你好些了吗 我没事 我只是 一时想起过去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带你去那种地方 勾起了你不愉快的回忆 水灵姑娘 我认识的一个林大哥 他教会了我很多 我现在 现在总算也懂了一些 我觉得 人生要往前看 应该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过去 星辉少爷 对不起 我扫了你赏蓝的雅致 禅师 不是为了生气种蓝花 而我呢 也不是为了生气 带你去赏蓝花的 一蓝在世 满世生香 水灵姑娘 真是心系 只可惜 蓝花本性幽静 应该长于深山幽谷 而我们这样 仰岸于盆 直来于世 都永违蓝花的本性了 可是我没看到蓝花 幸亏少爷 心存挂念 心想 有盆蓝可赏 总比没有的好吧 是不是 我记得 正版桥写过一首诗 诗人只晓爱兰花 试买盆栽气味差 明月清风白云枯 青山是我外婆家 她的味道一点都不差 她一进来我就闻到了 兰花 兰花 今天 这里就是你的家 老爷 老爷 少爷跟水灵姑娘在一起 好开心呢 他们有说有笑的 老爷 少爷的身体 好像跟没病了似的 跟过去病泱泱 不搭理人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你可别去打扰他们啊 我没有打扰他们呢 老爷 自从水灵姑娘来了之后 少爷的身体就好多了 你又不是大夫 你怎么知道少爷的身体好多了呢 少爷好久没发病我就知道了 老爷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 真像是一对 卓尔 卓尔 你记住啊 在他俩面前 这些话一个字都不能提 为什么呀 我还希望老爷能够促成他们呢 你不懂 少爷以为他自己的病好不了 你要是一说 他就会刻意地跟水灵姑娘保持距离了 可我看他们就是很合适的一对啊 听我的 别越帮越忙 让他们自然发展就好 懂吗 下去吧 是 卓尔 你怎么了 我 我没有啊 没有 你明明心里有话吗 好 你不说也没关系 你来看看 这个花样你喜不喜欢 喜欢 水灵姑娘 你这绣的要做什么用啊 我要给你做个小钱包啊 给我的 一直以来你都对我那么好 我就想着要送了什么东西给你 水灵姑娘 水灵姑娘你真好 你人漂亮 心体又好 手又那么巧 我真希望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家人吗 那不一样啊 除非你跟我们少爷成亲 否则哪天你说走就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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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真的希望你能嫁给我们少爷 不止是我 老爷也是这么想的 老爷希望我嫁给少爷 当然呐 你来了之后 老爷就轻松了很多 以前老爷天天为少爷掉眼泪 看得我们这些下人都好难过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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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个好消息 恭喜你们了 伯父 您的人心跟医术 我真是佩服 同样的病症 同样的方子 弄在不同的病患身上 也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 主要是看个人 很多疾病追根究底 其实都是从心引起的 所以 治病得身心一体的治疗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心病要从心要医 人极有心境的改变 是可以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同时啊 治愈自身的疾病 照省啊 那么上回你说的 慧儿他可以成亲 这是真的了 当然是真的了 熙回贤侄 有这么好的姑娘 在身边照顾你 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嗯 我可等着和你这杯洗酒呢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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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再给我看看 嫂子 君生 真的是你 你住在我们家了 是啊 是伯父伯母把我留下来的 我听我娘说 我都不相信呢 你快坐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嫂子 先让我看看小侄儿吧 好 好 来来来来 你来看 很可爱吧 这小家伙儿真可爱 他叫什么名字 厉承 厉承 为人的根本 立立于成 好啊 好啊 这名字取得好 你看 你看 嫂子 我爹和我娘 他们都好吗 都好 都好 他们的身体都很好 你放心 有爹在啊 姨娘不会受委屈的 只是 爹和姨娘他们 都很想念你 这么久了 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要找你 每次一听到你的消息 再远 再累 他们都要赶着去 可是 每次都是空欢喜一场地回来 是我对不起两位老人家 是我不孝 郡山 其实我这次回娘家 除了探亲 最主要的 就是想劝你回去 嫂子 现在还不到 我回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 你听到了文悦的声音 君山 天底下 声音相像的人太多了 你听到的 不见得就是文悦呀 我很难用话 向你说明白 可是我真的感觉到 文悦他就在我身边 君山 你说这话 不切实际呀 嫂子 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是怎么离开陈家 我想你是知道的 除了找文悦之外 我也不要让别人认为 我跟我娘似的 贪图陈家的财产 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 去奉扬我娘 这么说 我是没办法说服你了 嫂子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离家 只是暂时醒了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跟我娘联络 希望这段时间 你能帮我保守秘密 这小姐和君山少爷去哪儿了 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啊 你找她有事啊 没什么事 我就是有点担心 得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夫人 这要是以前 你怎么会让小姐 单独和一个男人出去呢 再说是君山 我一想到这个人 我就来气 要不是她 小姐和姑爷 也不会有这么多风波了 我要去把她找回来 春儿 你回来 这说你笨 你还真笨得可以 这玉儿啊 过去喜欢的人是君山 现在 一切都风平浪静 又回到了原点 玉儿又恢复了自由之身 你说说 她怎么就不能再选择 她自己喜欢的人呢 我明白了 你呀 傻丫头 嫂子 谈谈你吧 你过得好不好 谢谢你的关心 我过得很好 大概还会去骚扰你吧 春儿看见她来过几次 不过 她没有骚扰我 她都是悄悄地来 躲在门外站了站 又悄悄地走 如此而已 她只是悄悄地去看你 那就表明 她对你仍然没有忘记 她就应该跟你说明白 跟你复合啊 难道 她是为了自尊 还是怕你拒绝提不起勇气来 真爱 来自内心 发乎真诚 不应该在乎面子 不应该怕拒绝 不是吗 我猜不透她的心思 有时候 我怀疑 她的内心 有一颗不安定的灵魂 能瞬息变化起伏 高兴时 说些感性的话 让人打心底力感动 可是发起风来 又可以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到底她说过的哪一句话 是真诚的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嫂子 你真了解她 任谁多疼几次 就会想要找答案 这么长时间来 我是尝尽了酸甜苦辣 疼过多次了 如今明白了 也就不会生气了 你真的不生气了 起码不在意了 以前对她有期待 所以会伤心生气痛苦 可是现在有了历程 那些感觉都淡了 可是因为她没有来看孩子 所以我娘对她非常不谅解 我倒还好 我现在心里只有历程 其他的 不想想了 嫂子 说到底还是我对不起你 别再说傻话了 女人 必须下定决心不依靠男人 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我 眼下 我所有的希望 快乐和寄托 都在历程身上 如果 有人要拿全世界来交换 我也不会动心 我现在 只想和历程 平凡安静地过日子 看着历程快乐平安地长大 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家说 女为弱者 为母则强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嫂子 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母性的光辉和坚强 嫂子 恭喜你 你通过了人生的考验 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还早 如果 这是人生的考验 那只是一小步 人生的挫折 层出不穷了 是啊 可是如果我们都有 不怕困难的决心 终究会克服的 是 你别管夸我 你也一样啊 我这次回来 看见你为了自己的理想 重新起步 这么努力地打拼 活得这么有劲 我心里好感动 君山 我衷心地祝福你 我希望你早日成功 也希望 你能够早日找到文岳 回到陈家和姨娘团圆 谢谢 嫂子 你先下去 在外面守着 别让人进来啊 是 水灵姑娘 今天把你找的呀 是要特别地感谢你 你知道吗 星辉这回到赵大夫那儿复诊 赵大夫说 星辉的病 已经好转了 是吗 那恭喜少爷了 水灵姑娘 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啊 快别这么说 这都是赵大夫医术高明 当然赵大夫功不可没 可如果没有你的细心照顾打理 心会不会好得这么快 你看 你细心为他 调理食物 你打开他禁锢的心胸 水灵姑娘 老夫心里有数 你是我们父子的大恩人 老夫得好好谢谢你啊 不不 老爷 您可千万别这样 您和少爷对我这么好 您的大恩大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 水灵姑娘 水灵姑娘 你这么体贴这么善良 反倒叫老夫 不知该如何开口 今日老夫冒昧了 请问姑娘对未来有何打算 你会离开我们父子吗 老爷 我对未来 没有什么打算 当初 我落水 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我无处可去 对未来 我没什么打算 老爷 自打您收留我之后 我就暗下决心 要终生不嫁 伺候您和少爷一辈子 老爷 你把我当女儿看也好 拿我当丫鬟时也行 我一定会奉养您终老 一定会伺候少爷一辈子 这是我的真心话 傻孩子 你要是我的女儿 我就不能耽误你的人生啊 老爷 我的人生是您给的呀 你没听明白 你要是我女儿 我终究得把你嫁出去 除非 除非你是我李家娶进门的儿媳妇 我才有资格要求你来照顾新婚一辈子啊 老爷 您是不相信我的真心吗 我不是不相信你 是我还贪心哪 我还想让你 为我李家 传宗接代呀 花苞的画法 和花雷迹花的画法相同 在笔尖的一边占少许的墨枝 再转过笔尖用没有墨的一边画下 你看 病可以慢慢调养 可爱情如果没有好好把握 他可一眨眼就跑了 兄弟 机会来了 就千万别像我们这样 一定要好好保护 画好了水灵 你看 看清楚怎么画了吗 没看清楚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改天再选 这样 我就可以多几次借口 到你这儿来 来 我知道我爹找过你 和你说了些话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不必在意他的话 你也无需担心 我是怎么想的 少爷 对不起 不 我是因你而重生 你并没有亏欠我什么 事实上 这样也好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 我喜欢你 也不学会受巍巍 有什么顾忌 我爹开口跟你讲那些话 是因为 他觉得我的病可以痊愈 可我 我没他那么乐观 少爷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你完全不了解我 我的过去你也不清楚 你怎么能这么相信我 万一我是个骗子 我喜欢的 是现在的你 至于你的过去 你是谁 这些都不重要 你可以选择告诉我 或者不告诉我 只要你没许过人 我没有破坏别人的婚姻 这一切都好说 我许过人 我心里许过人 但是 人家不要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非常非常相爱 我以为 这辈子我都会跟他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 我爹 逼着我嫁给别人 我让他带我私奔 可是他拒绝了 我才知道 原来我没有那么值得让他爱 水灵 你真傻 放弃你 是他笨 是他没那个福气啊 你为他差点丧了命 多不值得 水灵 你如果还是想回去 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去向你爹提亲 我林大哥说过了 爱就要勇往直前 我发誓 我是绝对不会那么对你的 不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我怕 我怕那女之情 我已经再也给不出去了 不会的水灵 我也死过一次 我是因为你 才拥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的 这样我才能起死回生 水灵 你听我说 这个世界上 人生道路崎岖 咱们不同病也要相连啊 让我们共闯幸福的未来 让我们互许 在人生的道路上 互相扶持 水灵 许我吧 许我一个梦 我的梦能否实现 全息于你 也看我的病能不能好 我不会逼你的 水灵 答应我 就是一个梦 哎 嫂子 小心一点 走累了吧 还好 好 嗨 我 他是致 Guys 大 麦 eg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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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少爷 这天要下雨了 我们是不是敢追走 不用怕 一定要克服这个难关 我们一步一步走 慢慢走 少爷 少爷 我头晕 能不能让我靠一下 好 好 好 快点 打来 少爷 少爷 下雨了 少爷 你不能连雨的 你放心 我没事 不行 快回去吧 走 快 我 我还没带你过桥呢 我 走 我还没带你过桥呢 快快快 干嘛要端进去 东东快点 快 快备车 去请赵大夫 哦 小刘 快进去帮忙 哦 赵大夫 您快点 哦 好 伯父 秦辉是我的好事 我也跟你去看看吧 好 上来 好 走吧 是 这是 踩 踩 这个 蜇 闹 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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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决定你成为谁 是不是我应该惭愧 爱你是我以为 不知错对 无怨无悔 无路可退 我情愿看着你远走高飞 不想让爱成为负累 看你笑得明媚 我能体会 无怨无悔 无惧相悲 我不能决定你成为谁 是不是我应该惭愧 爱你是我以为 不知错对 无怨无悔 无路可退 风雨化作我的泪 共你孤单一心碎 无畏的憔悴 那是 那是